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弟兄姐妹平安 在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之前 神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被迦南人影响 去拜迦南人的偶像 又照异教的邪恶习俗去献祭 在接着的《生命纪》十二章 神就有这方面的警告和规定 在十二章一到三节 首先说到他们应该怎样处理 原来在迦南地的偶像假神 我们来看二和三节 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 都是迦南人设立祭坛 拜偶像的地方 迦南人拜偶像的仪式非常邪淫 所以这些拜偶像的地方也很污秽 这里提到的柱像 主要是指迦南人拜的农神巴黎 而木偶是指迦南人拜的生殖女神亚瑟拉 神对以色列人有什么要求呢 根据刚才读的经文 神要求他们毁坏那些拜偶像的地方 又打碎柱像 烧掉木偶 意思是 不要留下任何拜偶像的痕迹 免得受到坏的影响 可是以色列人后来 没有完全地做到神的要求 他们留下了一些拜偶像的秋坛 而且还说是在那里献祭给耶和华 这真是一厢情愿 又贪图方便的做法 神根本就不会怨了 因为神透过摩西告诉过他们 神只准他们在指定的地方献祭 这项规定就记载在生命纪12章4到7节 我们看5到7节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凡祭 平安祭 十分取一之物 和手中的举祭 并还愿祭 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都奉到那里 在那里 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 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 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 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 就都欢乐 摩西预先告诉他们 将来神会在迦南地选择一个地方 给他们做敬拜神的忠心 以色列人就要在那里向神献上各种祭 也要在那里分享神允许他们吃的祭肉 以及献上十分之一 来供养在敬拜中心服侍的立位人 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他们是在会幕献祭给神 那时他们居无定所 会幕也就跟着搬迁 等到进入迦南地之后 居有定所 会幕就可以固定 放在神所指定的地方 在以色列人最初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会幕是放在世罗 后来会幕里的约会被非利士人掳走 又几经波折 一直等到大卫登上王位 才把约会恭恭敬敬地迎回大卫之城 耶路撒冷 他还嘱咐继承王位的所罗门王 要建造圣殿 来安放象征神同在的约会 从此以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就是神选定 作为敬拜他的地方 耶路撒冷也因为这样 变成了圣殿 神除了要求他的子民 在指定的地方献祭 神也要求他们 遵照神的规定献祭 才会被神悦纳 有关这一点 在接着的十二章八到十四节 又再次提到 我们来看第八节 摩西的意思是 当他们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由于居无定所 又无法掌握四周围的环境 所以还没有办法完全 按照神的规定来献祭 但是等将来定居迦南地之后 他们就没有借口了 到那个时候 在神指定的地方 敬拜神和献祭给神 就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了 神也透过摩西 预先让他们知道 敬拜耶和华和献祭给神的活动 虽然不可以 好像异教徒祭拜偶像那样 狂欢作乐 但是也绝对不会是枯燥无畏的 就写在第十二节 你们和儿女、仆毙 并住在你们城里 无份无业的立位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 敬拜神和献祭给神 有严肃的一面 也有欢乐的一面 如果去读立位记 就知道 在献完平安记之后 亲朋好友可以在一起聚餐 表示神喜欢人跟他之间和好 也喜欢人跟人之间和好 神为他的子民 真是设想的好周到 在接下来的生命纪 十二章十五到二十八节 这段经文里面 神针对他们聚餐 吃鸡肉这方面 给了一些规定 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你的神 照他所应许 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 说 我要吃肉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 耶和华你神 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就可以照我所吩咐地 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 取些仔了 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 你吃那肉 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 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 都可以吃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当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 定居以后 他们无论是在神 规定献祭的地方聚餐 还是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聚餐 都可以吃肉 但是不可以吃血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血是生命 生命是神所赐的 也只有神有权将它收回 既然不可以吃血 应该怎样处理血呢 答案就写在二十四和二十五节 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不可吃血 这样 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 这里提到一般的处理原则是 将寄生的血倒在地上 好像平常倒水那样 至于在神指定敬拜祂的地方献祭 还有一些细则要遵守 我们来看二十六和二十七节 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 和你的还愿祭 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 你的凡祭 连肉带血 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血 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 平安祭的肉 你自己可以吃 根据立位祭的记载 神规定祂的子民要献五种祭 就是藩祭 宿祭 平安祭 赎罪祭 和赎千祭 他们去圣殿献这几种祭的时候 所献上的祭物 必须是洁净的动物和鸟 刚才那段经文说到 献凡祭的时候 要把祭生连肉带血 烧在祭坛上 表示完全的奉献 而献平安祭和其他祭的时候 就要把祭生的血 倒在祭坛脚下 这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 因为血是生命 这个倒血的动作 就代表献祭的人 已经为他的罪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了 在神规定的五种祭里面 只有平安祭的祭肉 是献祭人可以吃的 至于祭肉怎样分配呢 根据立位祭第七章 纸油要烧献给神 祭生的胸和右腿 归给祭司 其他的部分就归给献祭的人 是好大的部分 所以神要他们跟亲朋好友分享 真是名副其实的平安祭 因为跟神跟人都和好了 心中就有平安 迦南人除了吃血以外 在生命纪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 二十九到三十二节 还有提到迦南人有别的邪恶习俗 也是神不要他的子民去模仿的 我们来看三十一和三十二节 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 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 行了耶和华所增贤 所恨恶的一切事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 献予他们的神 凡我所吩咐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摩西在这段话里面特别说到 在迦南人祭拜偶像的仪式当中 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烧死 当作祭物献给偶像 好不忍道 神的子民不应该那样做 可悲的是 以色列人后来 并没有好好记住神的话语 更没有去遵行 他们不但去拜偶像 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而且还有君王带头献儿女为继 所以神就任凭外邦强国去攻打他们 把他们的君王和精英掳走 正如神预先警告过的那样 他们被逐出了应许之地 不能永久住在那里 这次查稿的经文 真是带给我们不少重要的提醒 例如神要求以色列人 在他指定的地方敬拜他 不要在异教的祭坛献祭 我们今天也应该在 遵从耶稣基督的教会 一起聚集敬拜他 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 有一定的规矩 不可以模仿外邦人 祭拜偶像的邪恶做法 同样的基督徒聚会的时候 应该守规矩 就像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四十节特别提到的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 按着次序行 还有以色列人 献完平安祭之后 有分享肌肉的欢乐场面 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爱宴 在意义上很相似 也是在跟人分享神的恩典 希望我们透过爱宴 使人不觉得基督徒 是道貌岸然的 如果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和喜乐的心 来遵行神的吩咐 就能够吸引人 来亲近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